我们究竟在哀悼什么 我请教赵大哥 当你说是蔡英文运气比较好的时候 你到底在指涉什么 这个下面一张手板很漂亮 他说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希望赵大哥用你高度的舆论力地位 跟全台湾的平凡老百姓 做一个挺身而出的台湾人 再一次郑重跟你呼吁 后生晚辈挑战你 风险很高 但这是我的良心话 请呼吁所有的台湾人 一起出来做一个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这个时候不需要伟人 特别国民党从来不缺天之交子 只缺一步一脚印的政治工作者 这个话题有政治的层面 也有防疫的层面 希望赵大哥三思 爱国民党 帮国民党讲一些符合台湾人民 集体意志跟共同想望的话语 才不愧你叫赵少康 这三个字 这个国家也很奇怪 今天杜特地今天早上一个新闻说 他也跟美国呛销 你不开心 你把美军全部从我的基地撤走 就撤带走一点 我昨天也呛过他一下 这个有人标题笑说 我骂他胡说八道 真的是胡说八道 第一个你用一宗原则 在侵犯台湾的民主价值跟人权的尊严 可是全世界这个时候 却下用一个地球的原则 在巩固全球的防卫体系 真的是莫名其妙 你还是个天主教国家 你还是这个天主教国家的领导人 真的是很糟糕的示范 不知道这个宗教价值 在你作为国家领导的里面 到底有多少实践 一个中国的框架绑死台湾 却忽略一个地球的伟大的价值 做一个人类应该要实践的 你完全忽略 真的是荒唐到顶了 好